那在今年春晚的舞台上呢 帅气的魔术师Yves的表现呢 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除了这个魔术好看之外呢 魔术师出现的这个穿帮镜头 也成了网友们热传的一个经典的段子 是 首先春晚呢 本来这个关注度就是比较高 而且呢 这个穿帮的魔术呢 也会引起热议啊 不管怎么说 晨夜萧河 白夜萧河 Yves的走红 这一次绝对是板砖与鲜花齐飞 来看看 魔术穿帮又被秀式重提 Yves显然很不情愿 毕竟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 出现几十亿人都看在眼里的 低级失误 对一位魔术师来说 那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啊 好吧 直面失误确实需要勇气 不过自从春晚走红后 万能的网友还把Yves来了个大起底 翻出了他的各种旧账 直指这张甩哥的脸是人造的 你的鼻子是真的吗 真的吗 那别人可以摸一下吗 当然了 我在节目上已经被人摸过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小时候的照片 显然记者两个劲爆的提问 把Yves问得有点尴尬了 其实整部整容不是关键 还是拿出看家本事 现场给诸位露一手吧 给镜头看 千万不要给我看到 这个是古埃及的一张纸 它会吸一个人的想法 它会带着你的思想 超级的 你想的是不是一张 红线 娱乐新天地人红是非多 练好基本功 编辑报道 其实也不能说太难为魔术师了 因为有些魔术 你从不同的角度看 就能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对 魔术毕竟还是魔术 它肯定是有它的奥妙所在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宽容的心 去看一阵的人这样是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